你大麦哥来了今天是2023年6月4日 今天我们看他们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先我们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迈阿密破 上期节目中大麦哥叨了两个人 一是拿大叶擦德鲁 另一个就是拿着浑天擦的雷雷冬 巴西的威特也说了一下 在这次比赛中果不其然威特取得了第二 而德鲁拿到了冠军 大麦哥心里真是地特鲁高兴 讲到现场德鲁也是非常兴奋 他远远的向大麦哥展示出了 他又拿起了大叶擦 巴西的威特也是一名大将 其实台上的状态也不错 但是德鲁的状态是更好 德鲁是亮黑 饱满阴影非常明晰 德鲁实际上岁数也不小了 年近40 而且眼睛是贼大 我们看一下台上德鲁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状态有可能 今年奥赛取得冠军 那奥林匹亚先生今年就是德鲁 这才是真正的男子健体 你看这Cody Morris 他你是男子健体 你看这大奸 是不是 讲之后他很谦逊的向裁判 居了一个本次职业赛取得冠军 拿到奥赛资格的德鲁 这场比赛当中 威特也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刻的印象 这位来自巴西选手 造型有一定特色 上来就手指裁判 你今天到底给我第几 他只伸出了二指 如他所愿裁判 还真就给他了一个第二名 MPC照片看 说实话 今天威特状态还是有点糊 威特参加比赛已经有几年了 今年纽约职业Pro 他也只取得了第二名 比赛Wellness级别 我们曾经关注过的 莉莉东这位女选手 就是他这次场上的表现也不错 拿起魂天叉之后 他果然取得了一个第二名 骨架的上来说 这位运动员并不占优势 但是从肌肉的形态 特别是腿部 Wellness级别 确实战胜了对方 综合他取得了亚军 接下来的巴西一场本地赛 引起了大贝哥的关注 为什么 这场本地赛不仅 Bussel Content 他大哥去了 塔莫亲自参加 同时参加比赛的 还有巴西见底敌人 不过很可惜 这场比赛大鼻孔只取得了第三名 冠军是另有得主 第三之后 我看这哥们挺高兴 为什么呢 毕竟也是头不碎 加上塔莫参加 这次比赛之后呢 还有很多基础取得第三呢 也是相当不易 观众老问 Muscle Content 他大哥是谁 就是图上 这右衣这位 奥赛的举办人呢 塔莫现在非常牛逼 去年奥赛 他整个的后台监督 大鼻孔一块拍照的 就是这次取得冠军的 大肉腮 为什么叫肉腮呢 这胳膊腮帮下边肉很多 说实话 这个肉腮的形态 实际上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大鼻孔好 咱们看一下 非常稀有的比赛片段 把Posing的就是大肉腮 站在他右边的是 取得第二名的一位选手 站在右边的右边 就是我们的大鼻孔 据C位的就是第二名亚军 C位左边就是冠军 三名进行了肌肉展示 确实状态不错啊 整个巴西这个男子 职业剑体运动员 可以说是看起来非常的生猛 人塔莫都来了 那巴西著名的剑美运动员 本次也应该是来参加颁奖 你看看谁来 远方我看到了谁 就是他 我们的拉面 著名的古典剑美运动员 阿诺德的冠军奥赛第二名 而奇迹熊 拉命格和克里斯 这仨人你更喜欢赛因 蓝色裤头的4号 在本次比赛取得了第二名 两场比赛结束之后 多伦多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 英国大黑来到了NPC的一场比赛 进行了嘉宾表演 这场比赛也不是特别重磅 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为什么阿诺德冠军参加这样一场 不重磅的比赛呢 我一看背板上面有三个大字 写着BEV 这有可能就是奥赛主裁判的 媳妇的比赛 那两天英国大黑 刚刚和大奥赛主裁 斯蒂文见过面 还说我媳妇有一场比赛 你给我做个嘉宾表演行吗 大黑是很憨的一个人 憨憨的声音 那绝对没问题啊 那不要给钱了吧 玩笑归玩笑 500美金那肯定是有的 当然我也有可能说的少了 在这个美国本地赛 抹油的工作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 一般都是女孩子 我不断的观察英国大黑 我觉得英国大黑这个人 还是真的挺憨的 人也挺老实 我就喜欢老实孩子 希望英国大黑 未来圆自己的奥赛梦 实际上这两天 奥赛有一件大事 奥赛宣布了一个重磅的合作伙伴 赞助商写的是New Tech 我在几年前就听这个名字非常的耳熟 韩国当时的奥林匹 还有猫斯兹的一些演出 都跟New Tech有很大的关系 或像韩国的金骏浩都在参与在里面 也是奥赛首次在历史上认证了一个器械品牌 并用奥赛认证的标志 其实在业界震动很大 为什么 其他界没品牌 你为什么就不认可我 为什么就认可他呢 这我相信是丹索罗门搞出来的一个销售策略 有第一家就有第二家 通过这个不断的认证提高奥赛品牌的收入 就在这时候 这家来自韩国的企业在美国的拉兹维加斯 今天开了奥赛认证的第一家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叫涅房 出厂的人物看 确实这家企业目前和奥赛搞的这种关系 确实不简单 这个deal也非常大 你看米洛斯 Muscle Contact的二兄弟他也去了 杰卡特 奥赛的老板 丹索罗门 小将Nick都参加了这次的开幕式 健身房重点的一个标志就是什么 奥赛赚钱的机器 奥林匹亚 Poof的这个标志 同时另一波人由鲍博奥赛之声 所带领来到了另一家的健身品牌 进行了开幕 现场我们看到了大拉米 奥利瓦尔士 还有Rosparry 还有这位号称 知名畅销书健美圣经的 撰写 来自巴西的巴西史带龙 书的名字很响亮 叫做健美圣经 在亚马逊上 如果买纸质的 79块钱奥币 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现在谁在拉斯维加斯吗 韩国大将李承哲 刚刚比完 扎利福尼亚普 她在今天在黄金健身房和 大黑鹅的两个人 拍了一张照片 韩国企业新健身房 在拉斯维加斯开幕 李承哲竟然没有参加 他展示的是自己健身的 黄金健身房的一幕 整个绕了一圈 照了一个全景 这展示让我感觉到 非常的奇怪 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 要么李承哲和他们不是一波的 要么他和那波有矛盾 简单说 韩国奥林匹亚大将 你能不去韩国在 拉斯维加斯开的 全世界第一个 奥林匹亚认证的健身房吗 好歹你也露过面吧 你奥塞大老板都去了 是不是丹索罗门也去了 这个事情很微妙 目前这韩国企业 在韩国主要是代言的是 黄哲勋和金健身房 海外运动员就是瑞根 那为啥没有李承哲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咱们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